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亚洲投顾林洪相,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赢家应对 追求卓越成功就在不经意中追上来,节目一开始利用这句话跟投资朋友一起去做共勉 哎老师不太一样哦,过去你节目一开始都是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 为什么今天你会突然讲说追求卓越成功就在不经意中追上来呢 今天是3月7号嘛,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和上一次什么时候讲追求卓越成功就在不经意中追上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时间应该是在去年的11月了 就说去年曾经有一波从7700多点拉回到7050,705011月1号 那时候我告诉你,下影线是实体的两倍,它是支撑点 我记得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们告诉你这个盘即将做什么 去年11月我告诉你这个盘即将做嘎空 老师好像有印象哦,不是有印象而已啊 我只是在唤起你的记忆力 我记得在去年11月大盘那时候的成交量大概是四五百亿 市场告诉你,水清无余嘛 无量一定无价的嘛,水清无余嘛 不然就市场恐吓告诉你嘛 新低量之后有新低价嘛 我记得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独牌中影 我在节目斩金解铁告诉你 这个盘即将做嘎空 最好操作的行情大概就是11月12月1月 对不对 老师,没错诶,想起来了 你那时候独牌综艺讲得很肯定 这个盘即将做嘎空 好,回归到现在 现在是3月7号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知道 从新春开玩盘2月18号到现在 我都告诉你,这个盘我在乐观中有点保守 我并没有去放空 再次强调,我并没有做放空 只是我们有权力做多而已 这是可以去讨论的 那也许市场会告诉你 哇,反正大盘指数价差不大嘛 大概100点的行情,150点的行情嘛 所以你应该选股不选市嘛 所以你应该怎样 高出低进来回赚价差 我自己做股票那么久了 就是我自己在操作股票的成长过程中 早期啊 就是说刚进股市懵懵懂懂的时候 也会去相信或者听信人家讲的 我就高出低进赚价差就好了啊 我就区间来回操作啊 我就是选股不选市啊 同时通常会告诉你这种话的人啊 通常啊,或者会塑造这种话的人啊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说他功夫并没有多犀利啊 这个并不是我傲慢啊 而是我想利用今天 把我自己操作股票或者是我在股市里面 跌跌撞撞到后来我自己出塞啊 就是说把我整个事业打开跟听众朋友去做分享 昨天我们告诉你 昨天我们透过道琼的创新高告诉大家 我说股价创新高或者破新低 在技术分析好坏各半 因为创新高他会优多散户想去追高 所以有时候创新高 散户想追高 或者是因为他创新高 空单 空单有些人他卷空嘛 空空空空之后 当他创新高之后 空单会认赔 回补在最高点嘛 你听我意思吗 所以说股价创新高 你像联发科 2454的联发科 我当初买317块 跌下来我告诉你 我没卖 我做加码 在329块那一天 我买300块以下 我做加码 后来在挑户缺口那边 325块那边 我告诉你会进入做整理 后来反弹起来 涨到340级 我全数的获利了结 落袋为安 联发科后来创新高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就没有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只想通过联发科告诉你 股价创新高 好坏个半 另外一样的道理 2357华硕 今天拉回蛮深的 他一样是创新高之后的拉回 所以昨天我们利用 道琼观念告诉你 股价的创新高 好坏个半 一样的道理 破新低呢 创新低呢 你不要记得 不要急着去杀地 因为破底 散户会恐慌 人会怕 所以你会想急着多杀多 你会急着想停损 把资金抽出来 但是有时候 你去回想这波高价类股 这波高价类股 不管是之前的2454连发科 他跌破前波低点 303块之后开始做反弹 或者是宏达电 在3月 在2月5号的时候 2月5号 2月6号的时候 跌停板的时候 打开之后开始做反弹 昨天吗 昨天宏达电不是插一档 达到跌停板吗 我们利用5分钟的话 只是要跟你带出来 昨天宏达电不是快要杀到跌停板 插一档就砍到跌停板吗 市场不是看出来宏达电吗 说他营收可能不好啊 可能没办法达到 他第一季的彩测目标啊 第一季可能赚不到一块钱了 因为他的行销费用可能会很多嘛 你不会感觉或者发现 历史在不断的重演吗 只是透过不断的人事物 不断的一直在重演吗 就说也许前阵子是联发科 他告诉你 哇他去年的第四季营收可能会衰退 现在可能告诉你 宏达电今年的营收可能会不好 这是为什么今天宏达电 是高价类股反弹里面算是很强劲的哦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你今天有去看台湾50的一个涨幅而言 台湾50今天涨幅第一名是国泰金 第二名是宏达电 第三名是开发金 第三名是中信金 第四名是开发金 老师今天金控股长得很凶哦 没错嘛 今天第一名是国泰 第二名是宏达电 第三名是中信金 第四名是开发金 第五名是统一 第六名是富邦金 第七名是元大金 好各位亲爱的投票 内行的看门道 外行的看热闹 我的解盘一定有我的逻辑跟架构 刚才一开始我用我们今年应该是说本坡啦 本坡的起涨 11月1号那时候7050 我在11月告诉你 这个盘即将做嘎空 那我告诉你最好操作的就是11月12月1月跟2月 新春开完盘那一天我告诉你 他来到我们的2月关键转折报告的第一个压力点 台股即将做震荡 因为那一波 因为那一波是搭金融股 还记得吗 今天金融股很强啊 好投票 今天为什么金融股很强 我的解盘一定是环环相扣 我的解盘一定是在解盘的过程中 我告诉你 某些逻辑跟架构 至于你能够吸收多少 就看你个人的股票的功力 你听到意思吗 如果你股票有一定的功力 那你听我的解盘 你会收获很多 如果你是股票出学者 你会觉得 老师 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老师 我觉得你讲的很准 但是哪边有道理 又说不出 所以然 只觉得 你跟坊间的分析师 不太一样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本坡的 最重要的一根K棒 最重要的一根K棒 就是在 礼拜一那一根K棒 明天记得帮中华队加油 本坡最重要的一根K棒 就是礼拜一那一根K棒 因为 最主要是那一天 生计股 几乎全面崩盘 最主要是因为那一天 因为某个投信 他不是基金经理人 有涉嫌炒股吗 所以那时候 我们请听众朋友 请你去看 今年的1月17号 还记得吗 不管是我的 三月推配图 三月推配图 或者我们近几天的 节目内容 我们一直强调 告诉你一个概念 请你去看 1月17号 那一根K棒 有看你就懂 没有看你就不懂 所以后来 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说礼拜那一天跌下来 我们说礼拜二 他必须反弹 站上长黑K棒的1分之1 他才能够 化解止跌的味道 才能够化解 不继续跌的味道 应该是说 你站上1分之1 不代表你会马上涨 那只是代表你不会破底 这个观念 投资朋友应该可以接受 我不喜欢你 跟我讨厌你 或者说我爱你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我不讨厌你 不代表我喜欢你 那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破底 或者续跌 或者止跌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可以接受 好 仔细的听下来 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告诉大家 我说动金融股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护盘 一个是冲关 所以在今年的新春抗盘那时候 动金融股是为了冲8000点的整数关卡 可以理解 好 礼拜二那一天也是动金融股 我们说他是为了做护盘 因为礼拜一 长黑K棒 所以他必须站上1分之1 礼拜二动金融股是做的 为了做护盘 老师 今天也动金融股 对啊 刚才我们用台湾50成分股 帮你带出来 今天八大类股里面 金融股涨最凶 那为什么今天要动金融股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今天的收盘价多少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的收盘价是7960点 我们告诉你 他必须站上 礼拜一的高点 礼拜一的高点 7966点 他必须带量站上去 他才有可能形成起涨 了解我意思 礼拜二只是止跌 拜里亚动金融股只是止跌 今天动金融股 是因为他为了要突破 礼拜一长黑K棒的高点 7966点 突破之后才有可能形成起涨 今天没有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的收盘价7960点 所以台股继续进入做横盘整理 有空的话 请你去看1月17号 或者我们在3月推背图 已经想得很详细了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也许你会去好奇问我一个观念 洪向老师 为什么你的解盘 跟一般坊间分析师不太一样 一般坊间分析师 大概会透过均线 或者KD RSI去解盘 为什么你在礼拜一的时候 会说那一根K棒 跟1月17号那一根K棒 一样 你是怎么看 各位亲爱的投票 就说 很多东西我常在节目讲 如同节目一开始 我破题所讲的 追求卓越成功就在不经意中追上来 任何的专业领域里面 你能不能出塞 我就讲 你能不能都会贯通 或者有没有人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事实上那只是在一个临界点 就说你能不能成为赢家 可能只是那一个 那一跨门槛你能不能跨过去而已 那个任督二脉 有没有人帮你打通而已 当有人帮你打通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就知道人家在做什么 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那你自然而然 就会在那一瞬间 在那一瞬间 你自然会去想成 没有讲 就是说你会知道 今天这根K棒 是等过去的哪一根K棒 就如同去年的10月11月 10月11月的时候 那时候指数拉回有两个低点 7050跟706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那时候告诉大家 我说请大家去看 就是99年的8395 杀到8395 杀到8170 再从8170反弹到8190 就是说你做什么动作 你为什么这时候 你要做这个这样的控盘 基本上它逻辑跟架构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有很扎实的 应该是说 技术分析 或者是功力也好 那接下来就剩下 你能不能局域反山 那我常在节目 跟大家去分享的 就是说 我很幸运 我能够把我的股票的视野 股票的任督而卖 把它打通 所以我知道 人家在做什么 你听我意思 好 那现在回归到台股 台股我的看法 就说台股 现在市场告诉你 哇 目前八千点 履功不过 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朋友 我们今天花了将近 足足15分钟 我们要跟你带出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心花了 请你仔细的听下来 八千点目前从新春开盘盘到现在 2月18号开红盘到现在 将近快要20天了 台股在这边八千点 工房嘛 好 还是不好 到处朋友 好还是不好 就目前而言 散户喜欢做多嘛 所以散户喜欢晶晶涨 涨不停嘛 这个没有对跟错 没有对跟错 那我讲我的看法好了 也就是说在2013年台股有两大议题 你一定要知道 今年有两大议题 一个是证所税的课征 就是八千五百点以上会课征 好 第二个就是今年会有所谓的二代健保 将鼓励所得要纳入课税 这个我想你应该 你必须要去知道 好 这个关系到你的荷包 也就是说今年影响台股有两大因素 一个是证所税 一个是二代健保 各位亲爱的投票 现在几月了 今天是三月七号 今天是三月七号 所以接下来会有所谓的 五月一号的中国大陆的 十一长假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讲的 你会有股东会的招勘 然后会要不要配股配息 那你要不要参与出全息 如果是有二代健保 他要课 课税的问题的话 那今年会有气息的脉压出容 所以在今年的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他就会有一些气息的脉压做出容 可以接受吗 那是五行中的脉压嘛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朋友 今天是七千九百六十点 我们算八千点好了 八千点到八千五百点 大概是有五百点的空间 五百点嘛 我们算五百点好了 比较好算 今天是三月七号嘛 所以进入股东会的召开 大概会有三月四月五月嘛 到六月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嘛 那三个多月的时间 你要涨五百点 所以平均你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是涨一百六十七点嘛 一百六十七点嘛 可以接受吼 五百点的空间嘛 除以三嘛 如果五百点的空间除以三 基本上 那代表一个月的行情 空间不大嘛 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朋友 就目前啦 市场会希望他缓步的金金涨 那我可以告诉你 有两种走势啊 反正就是我每个月都涨一百多点嘛 涨到八千五百点嘛 每个月都是涨一百多点嘛 那各位亲爱的投票 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从八千点到现在 指数都在这边盘嘛 你觉得这个盘好操作吗 应该不是很好操作嘛 你总不会告诉我 哎老师 人家某某老师说 那股票都可以赚三十趴五十趴 我没办法啦 我只能说我甘拜下风啊 这种指数价差 只有一百多点 你可以每档股票赚三十趴 支支涨停板 我自认为我功夫没那么厉害啦 说实话 如果指数每个月空间大差 大概都一两百点 那我可以告诉你 他没办法吸引大资金部位的人进场 所以你看大盘的成交量 八千点 八千点呢 既然连一千亿的成交量都没有 投票 那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我不晓得你认不认同 今天大盘成交量只有八百二十亿 台股指数八千点 既然成交量只有八百二十亿 在过去这种指数八千点 台国量人应该要一千五百亿 一千六百亿了 好 所以这有两种情况 如果指数每个月他要这样子涨 那我可以告诉你呢 他吸引不了大资金部位的人一起进场 因为每个月价差不大 那类股轮动速度很快 那做起股票来很辛苦 但是各位亲爱的投票 如果今天是我林红相控盘 当然盘不是我控的 如果今天是我控盘了 我会把它往下打 我会把它打到七千七啊 我会把它打到七千五百点 为什么 诶老师 你怎么那么狠啊 人家都希望涨 你为什么要把它打下来 很简单啊 既然八千五百点是正所说的天线 那我就往下打 打到七千七啊 打到七千五啊 打到七千七再涨到八千五 我就八百点的空间啊 打到七千五百点 再涨到八千五百点 就一千点的空间啊 但是各位亲爱的投票 这个盘不是我控的啊 如果是我林红相控盘 我就会这样控啊 我就会先往下打啊 假破底 真穿投 我就能够尬控啊 我就可以把行情做起来啊 所以至于你要哪一种 就见仁见智嘛 有的人喜欢每个月一两百点的行情慢慢盘 这也可以啊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很麻烦啊 要做就往下打之后直接尬啊 那种行情才会大了 当然这是闲聊了 好不好 大盘 我的看法 还是希望你去看一月十七号 那时候的走势图啊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我记得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第一次在节目讲 追求卓越成功就在不经意中追上来 那时候我们取次电影 一部电影 印度电影三个傻瓜 我是想利用这句话跟投资本去共勉啊 任何行业啊 都一样啊 你必须挤进前Top级啊 你说中华队经典赛 他这一次能够达到经典赛前八名 他真的是聚集目前国内外 台湾目前 不管是中华职棒 还是旅外的最佳的一个球员 当你能够把你自己的实力提高 不管是王建民 郭洪志啊 当你能够把你自己的实力提高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吸引大联盟的球队 来去跟你做签约啊 股市也是任何 股市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想这些每个人都知道 所以各位下来投票 你会去觉得我的解盘 很轻松很容易 我不会去跟你讲 KD RSI MACD 这些东西是因为 这些路我都走过了 我都走过了 因为我都走过了 所以你说形态学啊 什么WD啊 V型D啊 三同D啊 或M头啊 格兰币八大法则 波浪理论 我可以告诉你了 那个不会让你赚钱了 老师 你也太狂傲了一点了嘛 我说的是实话 我并没有去否定掉那个 那个是让你打基础的 那个是你的基本功夫啊 基本功夫不会让你赚钱了 股市是一个很残忍 很现实的东西 如果你想在股市里面赚钱 就必须把你的实力 把你的视野 把它提高上来了 唯有林红像经典技术分析班 他能够打开你股票视野 他能够让你在股市里面 成为赢家了 因为你目前手走过的路啊 我都走过了 所以你过去很多人说 老师 上课需不需要电脑 不用 需不需要软体 不用 需不需要带计算机 不用 会不会教葛兰币八大法则 不会 要不要数破浪理论 不用 因为那些我都走过了 那些只是基本功 想赚钱 唯有林红像经典技术分析班 电话02-2570-5657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图顾林红像 下半段我们要跟大家去聊个股 今天市场焦点应该是在宏达店 因为宏达店今天晚上要正式在台湾发表HTC 我还是那句话 真的希望同学朋友有空多多支持台湾本土的品牌 好 宏达店在昨天市场一片看出来之后 今天 哇 老师 好强哦 我今天涨10块5毛钱了 强劲做反弹 如果你想做高价类股 宏达店 或者是联发科 大力光 TPK这些个股 你想区间来回做价差 我想市场谁才是你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我想你心中自然有那一把尺 今天除了宏达店 宏达店亮丽的表现之外 今天有另外一个议题在做发酵 就是水资源 老师 你前阵子 前几天一直在强调的水资源 没错 今年中国大陆 从应该是说 他的人大之后 两位之后 今年他的新环保概念股 过去我们认为是太阳能跟LED 事实上不尽很 今年中国大陆 他特别去强调环保节能 这些关于水资源 电动车 或者废弃物的水处理 或者一些 例如说跟环保有关的 都是他们今年瞩目的焦点 像废弃物 水资源 电动车 这些东西都是今年 值得你长波段 不是短线 长波段的持有 好不好 今天水资源概念股 全面做发酵 就是这个道理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林红像 经典技术 分析班 正式招生 很多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 这个要不要买电脑软体 不用 或者是 老师 我股票没有基础 我也没写过 破浪理论 格兰币八大法则 或均线 我来上课 听得懂吗 我可以告诉你 你绝对听得懂 你绝对听得懂 越简单的东西 越有用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不是 很多听众朋友 喜欢去学 很复杂的 好像普朗理论 12345 拉回ABC 数了五年 十年 二十年 都不晓得 目前是在出生段 还是主生段 越有用的东西 越简单 当你能够把它融会贯通的时候 它就很简单 就如同王健民 王健民只要一颗生卡球 他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他不需要去学什么 电话球 蝴蝶球 有的没有 只要一颗球 生卡球 他就能够打败天下无敌手了 好不好 大家一起去做共勉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